对一些政策来减缓这个趋势的话 有一定效果吧 有一定效果 像国家出的一些什么婚育假比以前多了 然后生孩子有些地方还有一些奖励 我觉得有一些作用 但是大家不会因为这个去生孩子 或者是因为那些奖励去 对那些奖励它是辅助的 不是根本原因 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比较难逆转 因为我觉得其实人口减少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性 因为随着我们经济的一个发展 人均GDP的一个增长 任何发达国家其实在GDP增长之后 都会伴随着一个人口的减少 就是大家生活质量水平的一个提高 就会导致大家不愿意去承担 生孩子的一个压力和负担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 就是老龄化人口的一个增长 对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就是经济的增长带来的历史必然性吧 这是我的观点 现在的孩子很多的这种童年 被各种学习班 被各种的这种就是卷 我们说的给赞用了 所以孩子没有童年的快乐 那对于父母来讲 觉得我孩子压力这么大 那父母压力 父母的压力比孩子还要大 甚至出现了焦虑 所以就不想要了 所以从整个社会的导向上来讲 就是还给孩子应该有的童年的快乐 还给父母应该有的父母的快乐